越是国立强盛 越有这样的文化自信 就是中国从来没有自爱于世界 中国文明史是全球文明史的 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们看这个小麦 黄牛 绵羊 车 马 用马驾车的习俗 用骨头占卜的习俗 因需出现的 多条斜坡木道的这种大木 从来不见于以中原为中心的 东亚大地 那么这些外来因素 如果它要是不是中国的话 那么什么是中国呢 我们有这样的问题 我最近几年一直有一句口头禅 就是只懂中国 已经搞不清中国了 那么现在我们一看 我们这个中原地区 或者东亚地区 首次出现马和车 加码 驯化之后的加码和车 往到这个距今三千多年 是吧 哪来的 显然我们再把视野 向内亚地区和西亚地区看去呢 我们就能找到一个 游西向东 文化传播的这样一个路径 是比较清楚的 我们再看野童技术 我们知道这个高科技 一直是促进文明和社会发展的 一个重要的这个助推技 那么我们看看野童技术 在整个澳大陆 我们看 就人类出非洲之后 出来的第一个大思路口 那个地方 地中海东岸 最早出现了金属 野竹技术 最早出现农业 最早出现文字 最早出现国家 相应的 这样一些文明要素 然后呢 向外扩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